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古代那个封建社会 皇帝不仅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还享受着最高级别的待遇 就连皇帝的座椅 也和一般的椅子的称呼不太一样 被称为龙椅 所以很多人挤破脑袋 都想坐上龙椅成为皇帝 但这个位置也不是随便就可以坐的 如果他人坐上去的话 一定会不会坐上去的 他就被认为是想造反而被处决 在历史上 有一个小孩 他竟敢在皇帝的龙椅上玩耍 当时皇帝也在场 于是就上前问这个小孩 说帝王好坐吗 感觉如何 小孩听了以后只回答了四个字 没想到最后他继承了皇位 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微集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个小孩坐龙椅的故事 兄弟情深 其实这个小孩并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的名字叫赵衡 是宋太宗赵光义的儿子 也就是之后的宋真宗 这个皇帝就是大宋的开国皇帝赵匡印 赵光义由于很早就跟着兄长赵匡印做事 所以赵匡印将他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在宋朝建立以后 他深受皇帝的重视 将他封为京赵尹 也就是京城的长官 提到赵匡印 大家想到的是历史上著名的黄袍加身 和杯酒士兵权这些事件 赵匡印开创了大宋王朝 各人认为大宋王朝 其实算不得一个强盛的朝代 但是他强称硬称也好 经历磨难也好 却不是昙花一现 颇具有传奇性 历史上很多开国皇帝都是费尽心机 领军打仗 拼杀数次 才取得了皇帝之位 开创了新的朝代 而赵匡印却十分的轻松 一个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就成为了皇帝 要知道这些事 如果没有得力的亲信助力 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而赵光毅 因为是亲弟弟的关系 他理所当然是这些亲信里 最值得信任 跟作用最大的人 赵光毅为何要这么拼命 除了跟他哥哥是一家人 同坐一条船的原因之外 哥哥赵匡印 待他特别的好 因此他也想报答哥哥 据说他买房取妻 都是他哥一手操办的 赵光毅做了皇帝之后 因为国事繁忙 整日待在宫中 弟弟赵光毅 有时会亲自入宫汇报事情 也可以见见哥哥 有一次赵光毅入宫谈事 把年仅四岁的儿子赵衡也带了去 兄弟俩谈到正事思想都比较集中 都没有注意到赵衡 赵衡生性活泼 是一个坐不住的人 所以到了皇宫之后 这儿跳一跳 那儿蹿一蹿的 最后竟然窜到了万岁殿 这万岁殿是什么地方 赵匡印的寝殿呢 赵衡突然串门 串到了赵匡印的寝殿还不算 还一屁股坐到了皇帝的玉榻上 等他们感觉到异样时 赵衡已经在龙椅上玩得不亦乐乎 这可把赵光毅吓得脸色发白 一把将赵衡从龙椅上拽下来 赶忙向哥哥赔罪 然而赵匡印并未怪罪他 脸上还保持着笑容 他走到赵衡跟前问道 告诉朕 这个位置好玩吗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寒沙摄影 尽管是亲兄弟 但是一入皇家 就不得不有所避讳 赵光毅的脑门微微渗出了汗 虽然说赵匡印很喜欢赵衡 可再怎么说赵衡也不是他的儿子 也难免会揣渡赵衡 这个举动的背后 是否隐藏着什么阴谋 赵衡此举究竟是自己无意为之 还是赵光毅背后教所所致 是不是赵光毅在试探他 不过没有料到 这小子的回答十分的极致 他一脸认真的望着皇帝赵匡印 稚气的说出了四个字 天命有耳 意思就是说 做天子的人都是由上天安排的 此话一出 赵匡印乐得大笑起来 认为这个小孩子真是有大智慧 皇帝之位乃上天所赐 不管自己坐不坐在那个位置上 都无人可以撼动 此话讨得了赵匡印的欢心 如果说孩童说的不好 肯定难逃责罚 特别是赵光毅也难辞其咎 可是赵衡却机智地回答了四个字 就能讨得皇帝的欢心 由此可以看出 这个孩子真的是十分聪慧 服从口出 赵匡印见到这个孩童这么聪明 以后就直接把他带在身边培养了 赵匡印之所以这么做 其实也是为他百年之后的事情做足打算 赵匡印的打算 因为赵匡印知道 他的四个儿子有三个已经去世了 剩下的一个也不是他理想的继承者 但是时局还未稳定 因此如果自己去世 那么唯一理想的继承者 就是在军中威望仅次于自己的弟弟赵光毅 本来赵匡印最多也只能计划到弟弟继承皇位 但是当他遇到这个可爱的赵衡之后 赵匡印就把目光放得更加长远 这才会把赵衡带在身边加以教导 其实说白了 也就是指定隔代继承人 而历史的发展也随着赵匡印的想法而进行着 开保九年 赵匡印于病重之际让众人退嫁 单独召见赵光毅 随后崩逝于万岁殿 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赵匡印竟然没有传位给自己的儿子 反倒是将皇位传给了弟弟赵光毅 而人见面之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然赵匡印的突然离世 与赵光毅的继位 存在着诸多诡异之处 因此留下了一个竹影俯升的说法 意思就是赵光毅势君夺位 这也成为了千古谜团 赵光毅于976年继位 崩于997年 再为21年 随后将皇位传给了赵衡 实际上 宋太宗赵光毅一共有三个儿子 赵衡是第三个儿子 按照古代 嫡长子继承制 赵衡是不可能当上皇帝的 赵光毅的长子名为赵元左 赵元左自幼聪慧伶俐 善于言辞 善于骑士 文武双全 再加上赵元左的外貌 与宋太宗赵光毅神似 因此 从小赵光毅就对其钟爱有加 赵元左被宋太宗封为楚王 入驻东宫 进入东宫后 自然就是太子的默认人选了 谁知 世事无常 赵元左因为其叔父赵廷美的蒙冤而亡 而变得神经失常 风风颠颠 因为在宫内纵火和发疯伤人 继而被宋太宗贬为庶人 无缘还位 赵光毅的次子名为赵元熙 赵元熙与赵元左在性格上判若两人 赵元熙性格沉默且寡言 相貌伟岸 不幸的是赵元熙英年早逝 年仅27岁便撒手人寰 最后 太子的人选落在了赵光毅的三子赵恒身上 也就是后来即位的宋真宗 这也正应了赵恒儿时在万岁殿所说的那句话 听天命儿 似乎他还真是天命所归之人 所以儿时爬上赵匡印的玉榻 只不过是提前感受了一下 当皇帝是怎样一种感觉而已 赵恒即位后改国号为贤平 他勤于正式 创下了古代的一大盛世 史称贤平之志 贤平年间风调与春 宋朝人口数量增加近一倍 商品经济繁荣 富甲天下 经济水平超过了唐朝 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80% 总结 其实这个孩子之所以能讲出这样的话来 和其父亲赵光毅的教育也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 大人的一言一行 孩童都看在眼中 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 也是孩童成年之后 如何做人的重要标准 比如王安石所住的商中永中 一个神童被父母当成了吸金工具 结果把孩子毁了 虽然父母跟着过了几年富足的生活 但孩子的一生生活潦倒 两个老婆都没混上 这不就是血淋淋的教训吗 我们反观赵光毅 他对外奉公守法 为朝廷尽心尽力 对内言于律己言传身教 才为自己种下了这个福果 最后 不仅自己当上了皇帝 而且负责子孙后代 可谓是美哉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